藉由系列活动的举办 也希望能够让大众彼此相互交流 这次的藏传佛教文化祭系列活动 邀请了许多藏传行者、学者们来发表专论 互相交流也展示了许多藏传佛教的仪轨与文化 有祈福的护魔法会与变经 现场贵宾云集 许多民众也都前来共襄圣举 就让我们重新来认识藏传佛教 因为一般对藏传佛教有一不理解 所以有很多不好的批评 或者讲外行的批评 这其实很可惜 那一样的藏传的佛教 对汉传的佛教也不是那么认识 所以有需要交流 就我个人感觉是 汉传的佛教它是排他性比较小 那藏传的佛教自主性高 那同样的封闭性也相对的会高 所以我想两方面的交流 对两方面都有好处 也可以把整个佛法做比较充分的理解 那这样其实就达到佛法 能够发挥它真正的功德的意义 由于全球化的带动 世界的局势日新月异 变动得很快 也造成人心的不安 借由这个活动 从教义 教理的论文来发表 火供的祈福法会等等 都是提供民众修心修身 立家持生 和谐共处的方向指引 十方新闻 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